兄弟们,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合金弹头的画质变迁时 1996年,合金弹头1 眼前的就是合金弹头的初代 而合金弹头1的初代被发售在了MSV平台上 凭借MSV强大的机能 哪怕是在当年虽然都是累积机的画质 可合金弹头凭借炫酷的特效 动感的音乐,超多的武器 一推出就风靡全球 成为当年MSV平台上最火爆的节级游戏之一 也让名不见经传的纳斯卡游戏瞬间走红 1998年,合金弹头2 因为合金弹头1的爆火 SNK公司看到了合金弹头的潜力 利用纳斯卡游戏成为了自己的子工作室 合作开发了合金弹头2 虽然画质上没有太大的改变 可游戏却有了全新不同的玩法 加入了更多的武器,更多的载具 并添加了两名全新的女性劫色 可供玩家们使用 在音乐方面,得益于SNK多年在全皇系列游戏的开发 为合金弹头开发了多款 哪怕是现代都堪称经典的动感音乐 1999年,合金弹头X 本作并不是一款全新的合金弹头 你可以看作是合金弹头的加强版 很多的关卡和小怪以及boss 其实和二代一样 可游戏节奏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加入了全新的武器 改善了很多合金弹头2的bug 并且加入了该系列最令人津津乐道的黄金坦克 2000年,合金弹头3 合金弹头历史上的第二个跌音风之作 SNK公司再接再厉 凭借合金弹头X上的经验 开发出了最经典的合金弹头3 从画面上相较于合金弹头X的贴图更加精细 爆炸以及武器的特效更加炫酷 而在游戏上,抛开了合金弹头的单一线路 合金弹头3每个关卡都有多种线路可走 并且主角可使用的武器进一步加强 无论是潜艇、飞机、坦克、直升机 这些载具给当年的玩家们绝对是一档啊 真难啊 2002年,合金弹头4 合金弹头的正统续作 可惜当年SNK公司已经风雨飘摇 可依旧给玩家们带来了合金弹头4 相较于3,合金弹头4画质改变并不多 依旧继承了前作每关不同的分支路线 可是却加入了全新的2H强械 以及勋章系统 并且本作也首创了可以骑乘敌人的载具 虽然并不算是合金弹头游戏的一个新的巅峰 但是对于一个续作 合金弹头3已经足够优秀 2003年,合金弹头5 SNK浴火重生 同时对旗下合金弹头宣布重启 于是就有了合金弹头5 虽然画质上依旧是传统的2D横版过关游戏 可是却加入了全新的滑铲系统 让玩家们可以体验到这全新系统带来的无与伦比的操作感 并且全新的胖子模式 以及更多的合金弹头机器人载具 让合金弹头这个老IP再一次 幻发了新生 2004年,合金弹头A 彼时随着全新便携掌机GBA的发布 合金弹头再一次迎来了它的续作 在画面上 虽然GBA的G等一直是一个很大的槽点 可SNK依旧是让合金弹头A的画质 相较于前作有了明显的提升 背景和贴图更加精细 并且复刻了诸多合金弹头前五代的景点地图 还加入了全新革命性的卡牌模式 你可以在游戏中搜索不同的卡牌 用来强化枪械以及不同的载具 2005年,合金弹头3D 该作是合金弹头发布十周年的纪念作品 得益于当时次时代主机PS2的发布 我们终于可以看到3D版的合金弹头了 虽然画质上感觉十分的拉胯 可是要知道在当年 哪怕是对比PS2游戏 合金弹头3D依旧毫不逊色 本作主打的就是超多武器超多载具 让合金弹头迷们可以体验到原汁原味合金弹头的同时 还可以体验到全新次时代的3D游戏画面 2006年,合金弹头6 合金弹头的正统续作 本作继续发售在了PS2平台上 不过回归了传统的老合金弹头的2D横板闯关模式 但在画面上比起合金弹头5,合金弹头6的画质绝对是颠覆性的存在 无论是建筑物的贴图以及武器的特效达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并且保留了合金弹头爽快战斗的同时 还加入了全新的双武器系统 让合金弹头游戏再次迎来了它的巅峰 2008年,合金弹头7 该作发售在了NDS的平台上 不知道是因为NDS的机能还是因为种种其他的原因 合金弹头7绝对是当年口碑最差的一款 合金弹头标志性的多体图分支被大砍 双人模式消失并且针对NDS双品模式优化极差 导致当年口碑下滑 销量也是急转直下 2009年,合金弹头XX 痛定思动 SNK公司将新一代的合金弹头 搭载在了当年四世代掌机PSP上 可一扫合金弹头7的阴霾 合金弹头XX一经推出就瞬间爆火 得益于PSP的机能 这简直是合金弹头的高清重制版 画面更加精细 贴图更加自然 并且加入了全新的战斗学院 以及全boss 以及全boss变形模式 虽然此时合金弹头的IP已经不复从前 和合金弹头XX依旧是近几年最优秀的一作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